1986年 一部名为壮志凌云的空战电影风靡全球 票房登上年度冠军 这部80年代经典空战片 不仅使汤姆克鲁斯名声大震 逼真的战斗画面 以及高超的飞行技巧 也让影迷印象深刻 时隔36年后 壮志凌云的辉煌迎来续写 其第二部壮志凌云独行侠 今日在北美地区正式上线 在预告片中 阿汤哥驾驶的FA-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被敌机咬住尾巴 突然他的FA-18战机 像眼镜蛇一样昂起机身 笔直地冲上云霄 这画面却是让人热血沸腾 30多年过去了 老当义壮的阿汤哥依旧帅气 相比第一部中 他驾驶的F-14大猫 你认为哪个座驾更帅更厉害呢 一直以来 FA-18大黄蜂比较让人忽视 自服一衣时 就被F-14熊猫的光芒所遮蔽 同时又饱受航程不足等缺陷的指责 被戏称为塑料虫 FA-18大黄蜂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用舰载机 为全天候对空对地的中型多用途战机 是美国军方第一架 同时拥有战斗机与攻击机身份的机种 目前已自美国海军退役 对于空间有限 承载机队数目不多的航空母舰而言 像FA-18这种多用途的泛用机种 是十分合适的配数选择 自1983年开始部署到退役前 皆为美国海军主力的舰载机种 而美军航空母舰 当前的主力舰载机 FA-18EF超级大黄蜂 则是以大黄蜂为基础 经过大幅改动 并将整体尺寸放大而来 FA-18的发展时 最早可以追回到1972年 美国空军F-15重型战机计划 和轻型战机计划并进 后者有两个公司分别发展了 YF-16和YF-17两种原型机 YF-17性能刚好 适合海军所中意的多用途功能 FA-18大致保留了F-17的基本构型 在机体结构 航电系统或是动力系统方面 进行了彻头彻尾重新开发 为了能够让飞行员自己一个人 就能顺利执行对空与对地的各种任务 导入了先进的数字化概念与玻璃座舱 替换了传统战斗机 所使用的复杂指针仪表 采用电船操纵进一步提升飞机的控制性 FA-18战斗攻击机布局上 采用双发后掠翼和双锤尾的总体布局 机翼面积为37.16平方米 以改善低速性能 机翼为悬臂中单翼 后跃脚不大 前缘装有全翼展机动机翼 后缘内侧有液压动作的机翼和副翼 前后缘机翼的偏转均由计算机控制 自动改变机翼弯度 以便在整个性能包线内 达到最佳升足比 后缘外侧的副翼 可作为金副翼使用 进一步增强低速操控性 金翼和副翼也可差动用于滚转控制 停降在舰上时 外翼段可以折叠 脚链就在副翼和金翼的交界处 一根前缘是一对大边条 一只前伸到座舱两侧 因此可使飞机能在60度的凝角下飞行 FA-18机身采用半硬颗结构 主要采用氢合金 增压座舱采用破损安全结构 后机身下部 装着剑影的拦阻钩 检查盖采用石墨还氧树脂材料 两台发动机间的隔火板采用钛合金 在机身结构中 大范围采用了先进复合材料 铝合金占了结构重量的50% 合金钢占了16.7% 钛合金占了12.9% 机翼垂尾和平纬结构中 大量使用了钛合金 机翼折叠接头也是钛合金的 机身约40%的表面 是石墨淮氧树脂复合材料蒙皮 这种材料占结构总重的9.9% 剩余10.9%的重量 是其他各种材料 FA-18尾翼也采用悬臂结构 瓶后和垂尾均有后掠角 瓶尾低于机翼 使飞机大营角飞行时 具有良好的纵向稳定性 略向外星的双立尾 位于全动瓶尾和机器之间的机身两侧 全动瓶尾是铝合金蜂窝结构 石墨淮氧树脂不蒙皮 可用于抚养控制和滚转控制 作为尾部翼增强滚转性能力 为了有效利用边条拉出的涡流 FA-18战斗机还使用了双锤尾的设计 双锤尾前移以填补机翼后缘 到屏尾之间的间隙 大大减小了跨因素阻力 锤尾前移还减少了尾喷管的干涉气流 同时由于不需要在后机身布置锤尾的支撑结构 而减轻总重 FA-18进气口布置在边条下方根部 在大营角下边条将进气里顺的再进入进气道 使其具有了大公角性能 由于不要求速度达到2马赫 所以就没有使用复杂的可调斜板进气道 而是采用了简单的D型进气口 并配有负面层隔离板 两个进气道可动的部件 只有边条顶部的放气门 固定负面层隔板 可将带至负面层气流 沿着坡道流向机腹和边条放气门释放掉 锤尾间的后机被安装有双脚链 一压控制的减速板 这样在减速板展开时 对飞机的抚养操纵影响最小 FA-18起落架为前三点起落架 前起落架上有供弹射起飞用的牵引杆 座舱采用气密空调座舱 内装马丁贝克公司的弹射座椅 封挡和座舱盖分别向前后开启 为了增加在航母甲板滑行时的稳定性 FA-18的主轮距增加到3.11米 齐柜式起落架可以承受拙舰时7.32米每秒的下降率 主起落架向后并旋转90度收入进气到下方的肌腹中 双轮前起落架向前收入前机身 我们来看看它的性能数据有哪些 成员一至二人 长度18.31米 翼展13.62米 高度4.7米 翼面积46.5平方米 空重14552公斤 正常起飞重量16850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29937公斤 两具通用电器F414涡轮风扇发动机 均用推力57.8000牛 后然推力97.9000牛 最大速度2205千米每小时 续航速度1163千米每小时 踏升率254米每秒 最大升限15000米 最大航程3330公里 作战半径537公里 一负荷450公斤平方米 推重比0.95 FA-18在头部安装有一门M6120毫米六管机炮 备弹570发 共有9个武器硬眼 一间两个 一下四个 近期到侧臂两个 机副中线一个 该机保留了YF17的一间 响尾蛇空空导弹 挂架和机头机炮 外部能携带13700磅弹药 两个一间挂架 各可挂一枚AIM-9L空空导弹 两个外衣挂架可带空对地或空对空武器 包括AIM-7麻雀空空导弹 AIM-9空空导弹 AIM-120空空导弹 AGM-84反舰导弹 AGM-65空地导弹和AGM-88A导弹 两个内衣挂架可带副油箱或空对地武器 位于发动机短舱下的两个挂架可带 麻雀导弹或马丁玛利埃塔公司的 ANAS-Q173激光跟踪器 攻击效果照相机和 ANAS-38前式红外探测系统吊舱等 位于机身中心线的挂架可寄付油箱或武器 目前来看 大黄蜂战机的故事还不到完结的部分 在未来的天空中 仍然会看到这种没有独特表现 却稳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平凡战机 感谢您的观看 求观众老爷们送一个免费的关注和点赞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